7月我在辽宁的老家待了近20天 这是2013年大学毕业后的10年里 夏天在家待了最久的一次 我的家乡在辽宁的东部 处于长白山外 夏天外面都是水稻田和玉米地的绿色 这条去镇上3公里左右的路 我从小学走到了处中 只不过最开始我们要钻山洞 路也是土路 儿时的夏天从上午10点开始 就会有一群同龄的伙伴来找我去河里游泳 一天会去很多次 最后一次是傍晚 游篮这次晚上睡觉就会很凉快 我们游泳的技术全靠自学 或是看着大人的模样去学习 我们喜欢互相比拼速度 比憋气的时长 我们喜欢打水仗 我打水仗最厉害 一滴多也从来没输过 由于平时村里的河水比较浅 我们喜欢涨水后的几天 水变深了又不那么危险 然后拿着一个盆 在水里飘一段 再从安全的地方上岸 这次在家儿时的伙伴都没怎么见到 只有老吴家的小弟刚从日本回来 我们一起去游泳泳 可能是老天要让我失去的记忆都体验一下 某天大雨中体验了一次深夜撤离 不过后来雨没有再下 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家了 水推了之后还带着妹妹去河里抓泥鳅 我妹就抓了这么多泥鳅了 这次回家还吃了农村的流水席 不过村里的这个席就不止是十年没吃过 在家里还吃了荷鱼炖蓝骨 还有蓝骨豆腐 夏天该体验的都体验到了 希望这片土地平静安稳 等我下次再回来吧 1个月 2个月 板骨 Lars 둘 楊